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取63克的這個草酸晶體 這是草酸,還有兩個結晶水 加水配成比重,比重是密度 密度1.2的溶液500毫升 第一個,它要你求這個重量百分之濃度 首先,這個63克的話,它是幾末? 它說,這整個 這個它的分子量,這是m0 分子量是126 所以它的末數是0多少? 63除以126 所以這是0.5末 0.5末的草酸 它有幾公克的草酸呢? 這整個草酸晶體是63克 但是問題是,裡面的草酸是幾克? 裡面的草酸的話 它的分子量是多少? 是90 所以它這個m 就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m乘於m0 0.5末 那1末是90 所以是0.5乘以90 所以是45公克 45公克的話 它整個容易 它的質量是多少呢? 就是我們用大m好了 大m就是d乘以V 就是說 整杯草酸 整杯草酸的話 它的總值量是多少呢? 是1.2乘以500 所以這是600克 整個草酸是600克 裡面有多少? 裡面有45克的草酸 裡面有45克的草酸 所以它的重量百分之濃度 我們用這個符號 用這個記號 就是等於多少呢? 就是等於那個 小m 就是 融子 融子的質量呢? 除以什麼呢? 除以融液 融液就是整個的 乘以百分之百 那這就是45克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 是600克 它再乘以百分之百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32得6 313355 這7.5 7.5% 重量百分濃度 是這個7.5% 再來它要求什麼呢? 求那個體積莫有濃度 這個體積莫有濃度的話 首先 它這個融液體積多少? 融液體積就是0.5公升 然後呢? 這個裡面的草酸是0.5m 所以我們就想著說 它的這個體積莫有濃度 是等於融液 是等於N 除以V N是0.5 V也是0.5 所以是1m